重大疾病 我是潮流胞全的謝宇 今天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之前有想要講過這個東西 就是叫做重大疾病跟重大傷病 我們這兩者有差別在哪裡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進入這個東西 然後我會來跟大家講說 到底哪一個比較適合 給大家自己去做評估跟參考 我們現在先來講看看就是 重大疾病是什麼 重大傷病是什麼 這兩個東西其實大概有點非常類似 因為聽起來很像 但是其實內容其實差別很多 重大疾病它只會特定7項 就是這個東西 在市場上推了很久 很多業務都推過 大部分是中生跟定期的 那很多都是買中生的 然後再來是它有分ABCD型 這些型不一樣的話 就是它每次給付的金額不一樣 或是它有一些寒受險 受險的比例不太一樣 每一家保險公司出的可能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就先以它基本的概念來講 我們重大疾病涵蓋有7項 那是哪7項呢 第一個是癌症 第二個是心肌梗塞 第三個是冠狀動脈繞 第四個是腦中風 第五個是慢性腎衰竭 第六個是癱瘓 再來第七個是重大器官移植手術 在癱瘓跟中風這些 它是要到第六個月之後才能做給付 那重大疾病大概基本的概念會是這樣 它就看你買的保額多少 假設是100萬 那發生這7項的話 它就是一次賠給你 但是它裡面還有涵蓋它的一些 條款跟限制存在 很多都是要自己去看清楚 你自己裡面的條款 像腦中風跟癱瘓 那就是確診之後六個月 六個月之後都沒有辦法恢復 它才會去做給付給你 所以你等要等這六個月 那可能會對你寫明說 我當下事故已經發生的話 那我可能比較麻煩是 我需要馬上用錢 但是我沒有辦法馬上拿到錢 那這個時候重大疾病 它就沒有辦法去幫助到你現在需要的東西 給它大概清楚簡單一點解釋說 重大傷病的情況下的話會是怎樣 重大傷病涵蓋會比較廣一點 再來來解釋一下重大傷病的部分 主要是理賠 比如說癌症 癌症是比較範圍很廣的 然後再來是一些罕見疾病的部分 很多人可能不會去知道說 這些東西涵蓋有多少 那重大傷病的話比較簡單就是 只要你換重大傷病卡 就直接賠給你 這事情是比較簡單的 所以就不用像給重大疾病這個認定比較麻煩 但是因為健保局最近一直在說 你不能把認定的標準丟給我們 所以可能之後保險公司在重大傷病 這幾個月一直在年齡說可能會去變革或幹嘛 那還沒有去規劃的話 你可以先趁早規劃一點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便宜 然後但是它的理賠東西算很高的 是一個很不錯的選種 像我自己本身跟我們家人是全部都有做 那這個是蠻好的東西 好我們健保局公布的重大傷病 所以你可以換重大傷病卡總共有30項 但是在商業保險裡面會做理賠的是22項 那這些22項涵蓋其他的細項 那我等一下會把這22項用個列表出來 放在這邊給大家去看一下 那22項的東西就是含這些東西這樣子 所以它的範圍比較大 那其他細項總共加起來有300多項 那這是22個大項 那細項的部分就是再另外去看 那大家可以去看看說這些東西 是不是你們家族有 或是你家有聽過或是人家有過的 這些東西其實非常非常常見 因為光重大傷病卡一年也是發了很多出去 那剛剛就給大家看過細項的部分 那可以去評估一下說 一個是7項一個是300多項的 大項跟小項的細項 它可以看看說你覺得哪個東西 比較適合你去做規劃 再來是重大疾病跟重大傷病的理賠還是 但是都一樣是一筆給付 因為這個比如說我們當下遇到事情 最需要就是一大筆錢先來做給付跟周轉 那其他東西還可以加一些十支十付 或是手術錢這些 那可以去在你做療程中的時候 我們再陸陸續續去申請 但是你一筆錢還是要先拿到 不然有時候 有些人他身上沒錢的話 變成是你現在光是要卡你的藥費 你都卡得很辛苦 你要再等半年或幹嘛 那這樣對你是根本沒有辦法應急的 重大疾病這個東西 我們已經很多年很少在推 除非客人是堅持一樣 不過我們還是盡量他覺得說 你用重大傷病來做規劃比較好 那再來是中生跟定期的話 這個東西這兩樣東西都有中生跟定期 那中生一樣小費20年然後用中生 定期的話就是到80歲左右 現在都會抓比較長人80或是85歲 定期的當然是比較便宜一點 在你當下年輕的時候 那年紀大可能會比較貴一點 但是年紀大你能夠直接賠的機率是比較大一點 所以我還是比較偏向做定期 有些人真的想還是想要做中生的話也是可以 只是說你可能會付出比較大的代價去做這個規劃 每個人需求不一樣 也是要再跟你自己也有緣去討論看看 怎樣對你是比較好 那考量一下自己的經濟狀況 那保險還是一樣買對不買貴 我們買到正確的東西 才真的對我們會有保障 那今天大概就是這樣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我這邊會慢慢再去多一點東西 在保險跟一些經營 或是有一些一路上過來遇到一些問題 或是我聽到一些趣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能怎樣去把一份事業做好 不論是在保險業或是哪一個行業都一樣 其實我慢慢發現很多很多行業 要成功都要很大的困難 我會再另外發這些東西拍給大家看 然後跟大家聊聊天討論一下看看大家的想法 我是曹爾保險人謝 喜歡我的頻道的話請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掰掰